最近邱哥的大招 有時候教練是會把麥關掉對不對 邱哥會 有話你講話 我講過我像全國觀眾說 當教練最難是什麼 應該很多人都會問這個問題 對 當教練就是我跟他講 你的能力能不能撐起現在 你遇到的困難 最難換人 我的觀念裡面是這樣 換人是越換越好 以前我講過 對對對 對不對 群哥在上面得了10分 好 調整體力 群哥下 好 再換一個群上去 我剛才上去 同位子 同位子 放上去 那他的表現 要比群哥好 那就叫換人 如果說是越換越差 那就不用換 這個概念 為什麼有最佳第六人 為什麼有堅固第七人 為什麼有不可思議第八人 對不對 我今天怎麼說 還有第九 下次再講 十一 剔骨很難啊 因為現在台灣難談這麼多 很多教練 有的是你學弟 有的是帶過的球員 對 比如說光哥 是是是 等等之類的 那有沒有你覺得 比較欣賞的幾位 很多都很優秀啦 很優秀 大學有很多啊 沒有講到並不代表就是 對 你比較印象深刻的啦 也可以印象的啦 對啊 群哥一定是啊 對不對 是不是 好 我來 真給面子 他從球員時代 轉教練時代 他在這個 當下的位置上 很適合 因為我剛剛講了 我們的接受度很大 吸收很快 所以每個人現在的能力都很強啊 從金澤啦 光哥啦 阿山啦 老外卡總啊 等等 海神的教育總是嗎 對對對 教總 你說你跟卡總是好朋友 打過球賽一場 哈哈哈哈 見過面就朋友了嘛 對啦 他的訓練 讓我印象很深 他的領導模式 非常特殊 也代表呢 潮流 籃球的潮流 籃球的潮流就跟服裝一樣 跟著巴黎 現在寬管 明天又窄管 懂得很多耶 籃球也是一樣 NBA 就像巴黎的一個服裝體 為什麼大家比賽都穿西裝打領帶 來自NBA 現在的教練開始穿球鞋了 越穿越 越輕鬆了 來自NBA 還有很多的打法 都在跟NBA學習 那為什麼別人不能這樣 超前改變 因為你的關注度不夠 所以你做出來的時候 人家會說你 亂搞 哈哈哈哈 你的打法在亂搞 對對對 卡總跟他打過一次 練習賽之後呢 我覺得他 跳脫了一些 教練的管理模式 早上11點訓練 訓練到下午3點 時間很長 一去呢 感覺好像 訓練的東西比較分散 運球 頭丸 技術課 吃兩口香蕉 喝口水 好 我要來做重量訓練 他跟你分享嗎 還是你看 我看到的 跳脫我們以前模式 我們早期是這樣 早起的 生燒 跑步啊 蛤 早起的鳥兒有什麼吃 不是 早起的蟲兒被鳥吃 對 所以以前的練 早上就早 練5點的 後來邱哥是練9點 要有充足的睡眠 後來就像剛才邱哥講的 早起的蟲兒被鳥吃 對 一天練三次 會練兩次 對 在暑假期間 把圈管得很緊 生怕球員會去幹什麼 亂來 或是不休息 他充分的 他充分的去相信球員 讓他們要有 家庭生活 自己的生活 這種的領導模式 但是目前來看 他的戰績來看 好像 可以這樣試試看 對 但是 不學習啦 我覺得 做參考 對 都可以參考 每個教練 每個教練的 帶兵的哲學也好啊 領導的統一的能力也好啊 一定有他不一樣的地方 沒錯 我們可不可以 我確定 援抱是不行的 哈哈哈哈 你這樣做 老闆就把你幹掉了 我還沒做 羽龍都會做啊 羽龍不行 他會認為你這個對太閃 對於這三個聯盟的看法 跟CBA差別在哪 兩個字很重要 刺激 教練在下達訓練的課程 刺激 你去健身房訓練 刺激你 三個聯盟也是一樣的 他互相的在做刺激 所以呢他就會有 比較 一有比較 人就會進步 球員會刺激啊 我們大家很快都支持T1 T1的人數不夠 衝 有部分人會這樣 對 拼那邊球迷也會啊 現在T1的人數越來越多了 他有部分的人會 你們會在後面啟動 對會支持嘛 刺激 刺激 看到了刺激 所以三個聯盟我覺得是一個好事 球員市場會越來越大 所以現在呢 就要投入更多更好的教練進去 球員是多啦 但是感覺那個實力就是沒有平衡啊 應該這樣講 對 現在目前Xperia也是差一點點而已 很接近T1啦 很接近T1啦 很接近T1 哈哈哈哈哈哈 都是差一點 對啦 我們當然是鼓勵啦 就會去過CBA 對 現在的這些職業環境來講 我們分兩個了 一個經營面跟一個技術面 我們先講經營面 在大陸它是比較偏向官方 一個中心思想的概念 以前都是一個中心思想的概念 所以呢 很多東西你是不能做的 包含DJ 要講什麼話 他們都要開會 上課 集訓 那啦啦隊 就不能像台灣這樣子 規範上面 這個方面呢 領導倒是沒說什麼 哈哈哈哈 很辣的也有 對啊吃雞票房嘛 對 很辣的也有 領導是沒說什麼 那其他的呢 他的規則很多 他就限制你很多 過去呢 就曾經有一個經驗俱將 我輸了球之後呢 鏡頭就對著我 就採訪嘛 對 全大陸在看的 我就說了 今天很可惜齁 裁判的哨音啊 讓我們整個球隊 沒有辦法表現出 更精彩的表現 然後第二天 就接到電話 就說你違反了 對籃球的發展 你一個人講了 然後大家每個教練都學 就接到某官員電話 做為你的朋友 希望你以後 哈哈哈哈 對 大概他是 真的很自由 很民主 超自由的吧 藍的白的都聽我的 哈哈哈哈 對 那我在控制 哈哈哈哈 對 我在 讓他球賽順利進去 對 所以我說他的經理裡面 因為他管制了很多 比方說組長的DJ 今天講的話 有一點刺激到客隊 等你去客隊打的時候 他會變得加厲 因為有的時候群眾 是比較盲目的 他很容易被被帶 對被煽動 對一起來就開始說 來組長的球迷 我們怎麼樣 慢慢的就很多話就出來囉 對 一二三 打死他 一萬個一起喊 打死他 打死他 哈哈哈哈 類似這種 類似這種 我們新浪師的時候 最早2000年到 北方的時候 那時候有羅心良阿三 黃春雄 對不對 那阿三跟羅心良兩個是 矮個子 打得最好 報導也多 所以呢 大家就 所以我們在熱身的時候呢 我們的觀眾台 就會有 大賞 組織 隨便這樣 藍框後面一片啊 大概也有八百一千人啊 你在熱身的時候 他們就有一首很好聽的歌 他是 帶髒話 而且帶有色話 那這些呢 我就用 插插圈圈代表 比方說 周俊山剛好跑來嘛 熱身嘛 對不對 他一上來的時候 他就會帶 帶話 欸欸欸欸有什麼 插插插插 周俊山 插插插 周俊山 雞 插圈圈 啊 用一票的人笑 嘿嘿嘿 其實帶來那個 嗚 像那個足球歌 噢 換來換來阿羅興昂了 對 阿民人滾回去 台灣 哈哈哈哈 也是這樣子 他這些呢 目的在什麼 他愛護組隊 不要說台灣去的 他連兩隔壁的都一樣 杭州到浙江 照樣 我曾經 在大陸 打球賽打得比較順的時候 到餐廳吃飯 坐計程車 碰到的人 都會很開心的接觸到你 而且呢 都不用你付費 因為你為了這個城市贏球 贏球 所以他對你的待遇很高 那球場呢 我聽過一萬多人 喊 九大洲 我愛你 九大洲 好 真的啊 類似真的 好 那我也 真的來看我也聽過 八千一萬個人 同時喊 九大洲 滾回去 哦 對 他的反應度是很大 但他還是會進場 都被罵完還忘了 今天又在罵 好好好 接到這個技術上 台灣的比賽現在 SPT 精彩度 流暢性 不錯很好 道路呢 張力很大 對抗性的張力 身體的肉薄啊 洋將的 檔次很高 再來呢 本土球員呢 身材 的優勢 十幾年來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我們180的身手 大概是他 190到195 我們190的 他大概是200到203 像雷哥這樣子 活動度 活動度敏捷度 所以他2米15的 就像198的那個身手 所以呢 他們的選材是比較方便的 對 台灣的台灣區 也 現在環境他們吃的苦 基本上會比較少 台灣就要去 可以鼓勵去端起 去看一下 這麼多隊 這麼張力那麼大 因為他的比賽的 戰術也好 打法上也好的 會讓你吃不消 連林素豪在那邊 都打很辛苦 針對性的 對 很辛苦 不是你說他藍牌的Ping我的 沒有用 你就不會在那邊講這個 沒有用 我低頭看戰術版是 我那時候學會的 還是不要講話 我就一直想 一直想 現在是什麼 一直想 什麼鬼 我2015的時候 在四川就遇到了 Wall Peace 那個阿佩斯特 那裡很特殊 打球那裡也是 非常兇悍的 而且也是很大排的一個 球迷很多的 看他比賽 他自己帶了一個 訓練師 他不是不練 他是狂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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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狂練 比方說我三點訓練 他一點鐘 他就從美國帶來一個訓練人 兩個在那邊 我三點練的時候他沒力了 完了大家都打他 大家都破他 隨便打他沒力了 跑也跑不動 我說好今天你的量夠了 大招練 母典給大家休息 我們一走就 又跟他的那個訓練師 這樣 又在那邊弄來弄去 我問老師 是進水還是怎麼了 主要的訓練不練 另外兩個叫就是Morphe 現在桃園隊的 羽毛 艾富伯 Morphe CBA得分王 也是我帶他的 他跟 2014你帶的 對 他跟阿泰斯特 後來我想說好吧 他喜歡 一堆玩了好吧 本土也來吧 那麼那麼大 大家都沒力了 可是他可以幫你贏球嗎 那年沒有 那年我下課 就是因為他的關係 我跟他有一些溝通上的不良 你在我就走 我在你走 但是他合約很大 我算什麼 我是小屁的教練對不對 所以一定是我會敗人 但是我的人格 我的感覺就這樣 我當教練有我當教練的份 你如果說越了 我會受不了的 我寧可這個錢不賺 就是一個原則啦 就是一個原則啦 因為我以後走教練會走偏 他就是有一場球 打一打呢 他就自己下去了 喔你沒換他啊 欺負重大 輸15分 比方你是本土球員 我是阿泰斯特 我站在這裡 他就打打打打 球賽還在進行喔 走走走 你上 他就下去了 不過他是有一場啦 那太高啊 那個睡覺睡一睡 睡到新疆跳的時候 整個那個廁所那個上面 欸都把狗啊 真的 本來都好像 欸 每個作戰計畫都弄好了 二天半天 睡覺我還微笑 明天應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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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應該會